大家是害怕的 從頭到尾都是害怕的 當然就有人還是很反彈 甚至有什麼草菅人命這種話 我都聽過 可是沒辦法 就是你就病人一直懶 所以也來不及害怕了 就滿滿的都是病人的 然後你只能去照顧他 因為那是你的工作 也是你的職責 這裡是亞東醫院 收治新冠肺炎確診者的 專責加護病房 在我們採訪的這一天 這裡仍有五位病況不穩的 確診患者 不是 他們的CT值都可以 但是問題上他們都燒燒過 要每燒24小時才能夠解 那善意就不可能 專責ICU是最危險的抗議戰場 戰場上的指揮官就是他張厚臺 亞東醫院內科加護病房主任 有人叫他台界 也有人叫他新冠第一戰神 疫情指揮中心副組長羅一鈞 曾特地在臉書點名感謝台界團隊 因為這個團隊承擔了全國11%的ICU重症收治數 從2021年5月18日的10床 專責加護病床 一直到5月30日總共開出58床 遠遠超出了衛福部要求各大醫院 加開20床專責ICU的數量 但要在醫院原有空間內 加開能收治新冠肺炎確診者的 加護病房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新冠肺炎傳染力極高 一般病房根本無法收治 而在當時的情況 醫院也不可能在極短時間內 打造出新的負壓隔離病房 要如何利用既有空間 規劃出安全動線並籌足設備 這是跟實踐賽跑的超艱巨任務 張後台扛下了壓力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本來想的是要打牆 然後要把那整個環境做的 我們可以在裡面這樣子 但是因為實在是時間上 沒有辦法來得及 所以其實你會看來 這邊很像戰地 我們每次叫做戰地醫院 所有的東西 你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都是24號那一天 我們一邊清病人一邊弄人 改F2的時候 事實上大家都一直反彈 因為本來說是飛沫傳染 後來說是空氣傳染 標準空氣傳染 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老實說 那時候在改這樣子 微負壓的時候 是因為當時是參考 當時越南他們有一些經驗 他們也沒那麼多錢 去蓋隔離市 負壓 所以乾脆就打開 就是乾脆就開窗子 那時候其實我後來就跟他們講說 要不然我們就做一個類似像這樣 那所以其實當在做的時候 反彈很大 那一邊做一邊背罵 一邊做一邊背罵 然後就弄完了 用木板定出隔間 將工作人員的休息區 與確診者病房區隔開來 並嚴格管制進出動線 這一切看起來有些困難 但為了能有更多空間 及早收治病患 這都是當下不得不的處置 真的有這麼多病人 他就是需要加護病房的床位 好 假設他們 我們沒有 那我每天就得選擇 誰進來加護病房 可以得到最大的好處利益 不是我啦 是病人 病人的意思是說 他經過我們的照顧 他可以得到改善 我事前就得先預估 那是很可怕 就是你每天都要選 這五個病人裡面 你要選一個 那你剩下這一張床 你是要給院內自己的病人呢 還是要給院外的呢 還是給急診呢 所以沒有這58床 我想我應該很快就倒地了 因為我每天都要命運做選擇 每天緊盯病人病況做出選擇 張厚台說 他在加護病房待了20年 以為自己夠堅強 但在2021年5月中旬到5月底 短短兩週的時間裡 20年來忍住的眼淚全哭完了 跟感控主任天天都在通電話 我們兩個天天都是哭完 再來通電話 因為其實壓力真的太大 因為我不知道這樣一開會 會變怎麼樣子 剛好疫情剛好開始前兩天 就是18號我開始開專者 前兩天就不遇到我爸的忌日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 就是在想說就是 就是如果我爸還在 他會怎麼想這件事情 會怎麼希望我做這件事情 其實那時候在想說 怎麼樣可以讓大家都能夠平安的下莊 張家豪醫師 陳韻松醫師 跟張建群醫師 就他們三個撐起來了 要不然其實靠我是沒辦法的 那我們其實那時候 心裡想的是 疫情一定會過去 就是不論怎麼樣 它一定會過去 但我們要相信自己 就是不論怎麼樣 我們會平安的過去 透露一個採訪時的小秘密 張厚台主任特別拜託我們 一定要讓他提到他團隊夥伴的姓名 因為比起稱呼他是新冠第一戰神 他更希望大家看見的是團隊 不只是他的台解團隊 還有整個亞東醫院的團隊 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成功築起了一道防波堤 才沒有讓當時的病人海嘯 直接湧進雙北各大醫院 癱瘓前線醫療 那個地方就是已經功成身退的 板橋加強板集中檢疫所 而當時的指揮官 就是亞東醫院外科 及創傷加護病房主任洪芳明 今天又要肩膀拔管 肩膀拔管 對 肩膀拔管 所以呼吸是可以的嗎 可彈力氣咧 重新回到外科加護病房的洪芳明 回想起在集中檢疫所的41天 就是不斷地按時間競賽 從死神手中搶回病人 住在我那裡的病人632個人 如果這些病人全部塞到亞東 不用塞到亞東 塞亞東 雙核 三重 更新 腐蕩 全部淹過去 特別是前面三天 來了300多個病人 前面10天來了400個病人 分配塞到這些醫院 這些醫院受得了嗎 有辦法收住院嗎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把第一波 該承受的承受下來 讓醫院的急診病房跟加護病房 可以好好的去收更需要照顧的病人 2021年5月中旬 雙倍的醫療量能 已無法應付所有確診患者 政府緊急徵召旅館業者 在指派醫院進駐醫護人力 好讓輕症及無症狀感染者 能分流入住 降低醫院負荷 由亞東醫院承擔的板橋 加強板集中檢疫所 就是全台灣收治確診人數最多的一間 我在第一天 我跟亞東醫院要到8個住院名人 我跟三重要到4個住院名人 總共給我12個住院名人 我在前面3台救護車不到10分鐘 8個病人就有4個需要送醫 所以其實在我前面的幾天 那個壓力是沒有辦法去經歷過的 你說為什麼沒有睡覺 你根本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我覺得我的病人隨時會死掉 國際是血氧濃度94%就要租到醫院去 我要把90到94的病人放在我的家 我的集中檢疫所 它叫集中檢疫所 它不叫醫院 請問一下我的護理師怎麼敢睡 我的醫師怎麼敢睡 沒有地方可以送 那我們這裡一定比家裡好 我們這裡也有醫生 我們開始給藥 就算是輕症病患 也有可能在5至8天病情迅速惡化 紅方民在每個樓層都建立溝通平台 24小時全天候掌握病況 所以我們剛好15個層樓 我就15個LINE 15台平板 一個護理師剛好照顧20個房間的病人 病人不舒服 就去高速醫師 你就可以去視訊 阿桑都會痛苦 有痠 血氧濃度 那我設置的雲端病房 可以看到病人的血氧心跳的趨勢 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我們要不要去轉到醫院 集中檢疫所留下可治療的行政患者 但若病情急轉直下 只能轉出送醫 但在當時所有醫療資源緊繃的狀態下 救護車也是一車難求 為了不耽誤轉院時間 洪芳明跟我們透露 在非常時期 他只能用非常手段 我們救護車的大哥都沒有辦法休息 都沒有辦法休息的狀況下 三個小時才叫到救護車 不是他們不對喔 是那個量能一下衝起來 病人能夠等三個小時嗎 不行 所以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決定了我要扣救護車 我就決定我要吵架 所以我在前面的幾天 就在吵架 衝突 道歉 妥協 對不起 到後來我們轉送的病人的狀況 長官看到了 最後長官下令救護車留下來等病人 變成是每一個集檢所的標準規則 各位集檢所的好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指揮官洪醫師 今天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還是一個平安的一天 在集檢所的每天傍晚 洪芳明會透過廣播 跟所有人報平安 除了照顧大家的身體 更安撫了每個人的心 謝謝 謝謝 這是當時最後一位理所的民眾 能健康的返家 又有著藏不住的喜悅與感謝 身為指揮官洪芳明帶領團隊 為疫情戰場築起一道最堅固的防播題 還有一位指揮官頂著烈日帶領醫護 深入疫情熱區 今天早上是四點鐘從榮總出發 出發四點半到這裡 如果是我的孩子呢 他們包在這樣一個密布通風的 隔離衣防護衣裡面 我心裡面是非常疼的 所以為什麼我要來 我要告訴他 我跟你們在一起 每一次的大規模篩檢任務 陳薇明都不缺席 2021年7月15日 他帶著70多名醫護 在清晨四點出發 前往環南市場 這是台北榮總 第四次接受委託執行的大規模篩檢任務 很多的資深的護理長 很有經驗的都跟著出來 檢查他們的服裝有沒有標準 有沒有哪邊會漏氣 都用腳步把它貼得密布通風 怕他們受感染 我覺得把同仁帶出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安全把他們全部帶回去 不同於照顧專責病房的勸診病患 進行大規模篩檢時 醫護人員面對的是未知的危險 陳薇明當時是北榮副院長 在最危險的地方總能看見他 他告訴我們 北榮的醫護都像是他的孩子 當孩子身處危險 做父親的怎能不陪著他 有些人說 副院長你可以不用去 為什麼我要去 如果這個是一個交友烤肉好事情 現場安全的我絕對不會去 為什麼要去 因為現場充滿未知的風險 那些同仁很多都比我的兒子女兒還小 我覺得我說不過去 我心跟你們站在一起 你起多早我就跟你一樣起多早 我們多晚回來 就一起多晚回來 但陳薇明擔任現場指揮官 不只是能穩定軍心 要想有效阻斷病毒傳播 掌控時間是最重要的 而這剛好就是陳薇明的強項 因為我是一個骨科醫師 骨科醫師我是 我是常開急診刀 我是把這個事情當急診刀 在開的 因為你只要能早一分鐘 找到陽性的病患 尤其是CT值低的人 你要及時收治住院 可以早點把傳播鏈馬拉阻斷 你可以早點匡列他周圍的人 這個是重要的 晶圓電子一役 台北榮總完成了台灣抗議史上 最大規模的戶外篩檢行動 兩天的裁檢為求精準快速 陳薇明幾乎沒有休息 我記得很清楚 第一天最後一個檢體的報告 全部都出來 2600多人 那我記得是晚上12點35分 找到最後一個陽性 那其實我已經很累了 但是還不能睡啊 我睡早了最後還有剩下 一二十個標本 萬一有陽性怎麼辦 所以要撐撐到最後一點多 報告發完 我寫四個字給必勝執行長 我的好朋友啦 任務完成 第二天的也是2400多人 我們採檢的速度 天還沒有黑 大概四點多就全部採完 因為隊形變了 動員的人力又更多了 第二天的報告晚上 11點多就全部都發完 包括之後 北農三大市場的採檢任務 每一次的廠刊與動線規劃 陳薇明都布假他人之手 他一定要親自看過 確保同仁和民眾安全 才能稍稍安心 整個三大市場都去了 但是環境當然都不一樣 所以現看最重要 你前一天就要去現場勘查 你這塊地到底有多大 有沒有洗手間啊 然後動線規劃 怎麼樣分出隔離區 一個安全區跟一個 我們可以脫掉衣服的地方 你一定要隔離 不然在同仁脫掉衣服的時候 怕被感染 那這個都要規劃得很完整 到時候我們就 怎麼樣放交通錐啦 怎麼放那個巨碼啦 怎麼樣弄可以讓動線隔離出一個 讓安全檢舉都可以做出來 讓民眾不要排隊 其實我本身就是很樂觀的一個人 因為外科醫師每天在開刀 我在開骨癌的時候 就每天就 有時候會面臨病人生死啦 因為這骨盆裡面有大血管 你錯了一步大概就 病人就走了 那所以已經一直在承受壓力 一直在承受這種壓力 所以這種事情就 沒關係 穩定下來 好好來面對 去處理 我是先天的樂觀主義者 我覺得 應該大家只要團結 沒有什麼打得倒我們台灣的啦 與新冠病毒的戰役 是一場充滿未知與恐懼的持久戰 所幸由他們 懷抱使命 負重前行